一些轻松的空间 能够让他们平静地继续去 在平常保持系统化的训练 关注是应该的 但是过分的关注可能会对他们的训练早上影响 观众朋友们 现在马上要开始的是 2010年世界短刀速滑锦标赛男子1500米的决赛 韩国的三名选手 奎永赫 圣西贝 李浩西 也是毫无权念地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另外还有美国选手小塞尔斯基 法国的选手方克奈特 这是方克奈特 美太混血儿小塞尔斯基 这是圣西贝 目前1500米的比赛 韩国队并没有派出他们的当红选手李正秀 李浩西上到 接下来是奎永赫 奎永赫的发型在温哥华冬奥会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是美国的另外一位选手杰纳 著名选手美国的阿波罗并没有参加1500米的比赛 按我们目前收到的资料来看 阿波罗似乎都没有来到保加利亚索菲亚 特别是对于有些年龄偏大的选手来说 在冬奥会之后更多的就是休息和放松了 比赛已经开始了 韩国选手还是刺激而动 这一组首圈的滑法速度是比较慢 28.4公里每小时 在冬奥会之后 现在上速也不过才上到34.7公里每小时 对于选手们来说这还是比较慢 韩国的三位选手两位在最后的位置 中间的隔断的是比较多 同时超越 因为美国也有两名选手 杰纳和小塞尔斯基也可以做一些有效的配合 这一组呢 斗志还是非常有意思 有看点 韩国三位选手分别位居前中后 队形也是比较分散 开始往上提速 现在两名韩国选手已经滑在前两位 最后的五圈 美国选手要超越了 赛尔斯基超得不错 特别是通过一个内道超越 看来是受教于阿波罗很多 最后的三圈 韩国三名选手是呈现集体优势 外道超越 很干净 有一个内道超越的机会 像韩国两名选手已经超到前面 还是外道超越吗 内道 三名韩国选手再次超到了最前面 果然 在1500米的男女的单向比赛当中 韩国的各有三名选手 包揽前三名 那么从这一次的男子1500米的决赛来看 韩国选手还是非常地讲究配合 特别是在比赛的后程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谁先上 谁后上 包括利用什么样的技术去超越 找什么样的机会 都是非常稳定 发挥的非常的到位 所以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近林 他们整体的水平还是确实很强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